日本的高鐵難道真的不行嗎 事實上日本的高鐵在海外成功的例子 包括我們台灣 而且之前馬總統還說 你看做得這麼的好 那我們台灣跟日本應該可以合作起來 讓整個亞洲都來建立這個所謂的高鐵 我們也可以拼經濟 那如果照這樣講 難道我們真的沒機會嗎 但是其實台灣高鐵有一個領先優勢 仔細想想 中國高鐵在全世界各地到目前為止 成功佈建了只有土耳其 150公里 那日本高鐵就是新幹線的know how 在台灣是已經營運將近八年 而且成功運作沒有發生過事故 甚至在五年之內 就是它從2007年營運到2012年 就已經成功把所有的駕駛都在地化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來冷靜的比一比 中國和諧號動車 營運年是2008年 最大的營運速度看起來比較高 但這個是有的時候才能達到的數字 那問題是還有一次非常慘重的傷亡 2011年的溫州動車追尾事件 40人而且在那個時候發生了非常多爭議 包含了動車 車體被破壞掩埋 甚至有人說我看到我的親人 屍體是被撕裂的 所以平均造價是它最大的勝利的地方是 它每公里只要3000萬美金 那你看新幹線 新幹線營運的時間非常長 超過50年以上 最成功的輸出地 也是唯一的輸出地是台灣 那最大的營運速度是3000公里 事故傷亡紀錄 當然今年發生了一件額外的傷亡 是還記得有個老人 因為他說他年紀領太少 車上自焚 那所以那是額外產生的傷亡 是不是算在事故傷亡裡面 是值得討論的 但是你討論到了 平均造價5000萬 多那麼多 兩倍 快兩倍 但是等等 不要貪小便宜 第一個要跟你講的是 為什麼價格相差那麼大 是因為這個平均造價 是納入了土地收購價格 那你想想看 中國的土地收購價格 它的高鐵運算 在這邊 它算出了一個很特別的狀況是 它跟農民購買土地的價格 只占整體造價的8% 可是在中國來講 農地真的是 現在是便宜的 收購的時候很便宜 而且是政府訂的 你沒辦法坐地起價 我多少就算多少 對 但問題是你到印尼去 你到其他的國家去 你到馬來西亞 那人家是自由民主國家 所以你意思是 這個3000萬 可能不止3000萬 對 因為當初 法國高鐵的顧問公司 其實他說 我們換算了一下 因為它只占8% 太少了 一般來講 至少到15% 或是20%左右 那個收購地面的成本 所以他說 我們仔細算一下 發現如果今天 要移植到其他國家 收購土地 需要合理成本的話 其實它跟法國的高鐵 法國高鐵 比日本高鐵還要再貴一點點 其實跟我們的美公里成本 沒有相差那麼多 照你這樣講 日本這麼有競爭力 那我們台灣是它成功的案例 我們有什麼樣的甜頭可以打嗎 目前甜頭其實不多 因為特別你要看一下 到目前為止 它整個車廂的打造 都還是必須要 交給日本的Kawasaki 因為它是雙層鋁合金架構 所以是在日本打造之後 原船到台灣來 原車使用 那我們做什麼 目前有座椅 目前有座椅 椅墊還有小桌板之類的東西 還有進步的空間 但還沒完 其實我覺得真正重要的是 剛剛講到的在地化 也就是你今天 日本高鐵來了之後 我可以把五年之內 就把所有的日本駕駛 德國駕駛 法國駕駛 我通通都換成當地人的時候 這表示這種經驗車款的 這是五行的 你看不到的 很重要的 是 所以某種程度 大家樂觀一點想 就我們也可以去當教官 因為我們的文化 跟日本也不是百分之百相同 手演顧問費嘛 對 包含了日本的紙叉的安全確認 譬如說你一邊手演協調 一邊報說 現在車輛安全可以開車 這種動作你可以幫助轉移到 包含了像泰國 或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新馬 所以台灣其實就像 美日關係中的日本一樣 在日台關係裡面 在高鐵技術上面 我們可以當一個 成功的技術轉移範例 跑去那邊協助他們 甚至包含了零件採購 我們價格比較低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扮演一個 沾到一點點甜頭的一個角色 但甜頭還不夠 其實大家應該要再跟日本進一步商討的是 其實你說跟別的國家搶高鐵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是土建 第二個就是電機 因為這兩個對日本高鐵來講 我心甘先輸出 我可以找我國家的土建 什麼大領主 在地化就可以了 或者是電機 那台灣能不能在中間我們攔個湖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甜頭在哪 也就是我們的在土建跟在電機的部分裡面 能不能夠不要讓日本說 你百分之百從日本運過來 這個川崎或是大領主全部用他們 我們能不能扮演一個價格比較低 品質堪稱穩定 又比當地的技術水準要高的一個中間廠商 我們來從這邊站到甜頭的時候 這個才是比較大的現金收入 也才能夠跟日本變成比較好的兄弟 繼續往外面打